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世界 我叫王浩然 今天是2020年5月10日星期天 那么我们继续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也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世纪大瘟疫未来学 那么这个世纪大瘟疫的未来学呢 我们前面已经谈了好几个话题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谈什么呢 就是说有关这个大瘟疫本身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病毒的来源搞清楚吗 现在这个瘟疫流行到四五个月 然后现在在很多国家有减轻的趋势 有的国家已经基本上控制 那么查找这个病源已经沸沸扬扬 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涉及到现在的防疫 疫苗的制作 然后呢 未来的新的疫情的爆发 那么这个瘟疫是不是再爆发 所以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要尽力把这个瘟疫 这个病毒的来龙去脉 因为大家已经高度怀疑 是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 不管是哪个所 是这个造出来的或者是无一种泄露的这个病毒 而这个病毒呢 然后借此它传播了到世界各地的 那么这个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说 中国不让查不让看 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中国不让研究这个病毒的来源 因为已经知道了 是吧 然后一研究的话就漏了线了 是吧 再一个呢 这个病毒呢 一旦查出来源 已经知道的情况 那就会产生很大的责任问题 这个产生很大的责任问题 这个呢 所以出于这个原因呢 世界上各国有想独立调查的 也有接触联合国这个微生组织 然后一起调查的 甚至有人前方百计通过其他的途径 那么通过这个外逃的人呢 想办法把这个事搞清楚 那我提出的问题 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病毒的来源 最后有铁证把它搞清楚呢 我自己认为 这倒不一定 为什么说不一定呢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所作所为的事情 已经确定是这个实验室露出来的 或者是人为造的 造了以后是军事武器呢 还是什么呢 这个呢 大家知道就知道了 这样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 不一定非要说出来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那么如果 一旦真的要确定 是中国搞的生化武器 然后生化武器 有一种情况就是 引爆自己 就像本蓝党一样 然后去把世界炸掉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另一个形式 不是自己引爆 而是无意之中失误造成的 那么不管是任何情况 只要是搞生化武器的 然后产生这个问题 那么呢 这个责任就十分巨大 十分巨大 这个国内呢 就是这个党 没法向党交代 这个党也没法向人民交代 执政者 甚至执政的执政危机 执政危机 所以说现在全世界呢 那事已经 大家已经认定了 大家心里都知道 都知道 如果一定把这个事搞出来 反而一件丑事 让对方无敌自容 等到无敌自容 那时候就会狗急跳墙 那么狗急跳墙 那么这种狗急跳墙的话 可能全世界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反正我也不认识个账 然后呢 你们说了我呢 那我现在奔破脸皮 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 反正我也是死 走向断头台 那么你就一起跟着死 所以是全世界承受不了的 不管金正恩 他搞用的单 搞清单 大家承受不了 那么中国这么搞 我想大家也承受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既然已经知道 什么都明白 你把它搞清 是吧 搞清楚 反而得到的结果 可能不入 就是正满桥出来 难得糊涂 可能对世界更好 这是我最想象 那么请另一个角度上讲 如果可能 中国开明 反正我们过去也犯过错误 我们犯的错误也很多 但是呢 那么这次这个事呢 那么从长远角度看 我们的国家需要改革 我们的体制需要改革 我们的制度需要改革 我信习的 也不想 就是做 这一辈子 做这么一个 被很多人看着是愚蠢的领导人 那么我要伟大一次 那么借助这次 就把这个事给承认了 一无一时的 能承认的 一无一时的 告诉大家 到赔礼道歉 适当的赔偿 适当的赔偿 那么呢 以后是既往不咎 因为中国呢 继续为全世界 为全人类做贡献 是不是 我想着 这是对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 对中华民族 口口声声中华民族 对不对 口口声声 这是对中华民族 最大的贡献 也是自己名垂青史 整个家族 名垂青史 因为这个错误 也不是说自己愿意这么做 因为这个事呢 世界各国 可能也都搞这个生化武器 有不少国家可能有的 这你怎么用什么 这一码事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大家这个心知肚明了 就像讲的 这生化武器 生物学研究 建立这个规范道德 以后大家都遵守 就像我们核查一样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你就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义务 然后接受这个核查 接受这个检查 是吧 那么从此以后 世界可以进入一个 这个文明的时代 进入一个 更持久和平的时代 是吧 那么我想这样的话 也有利于中国 这个经济上 在这个什么方面呢 能够融入这个世界大家庭 那凭着中国这14亿人口 凭着这改革开放以后 这40年积累的智慧和财富 对不对 然后全世界这么多的华侨 是吧 那西方国家比较这个 他们也要叫什么 缓清政策 他们真的不希望 给中国打仗 真的不希望 跟中国打仗 真的希望 只要中国 遵守基本的 这个 这个基本的法规 法治 就好 甚至说 你打折扣 大家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西方的政客 说实际上 他们也是 靠着搞政治吃饭的 搞政治吃饭的 他也没想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那么完美 所以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个 这个病毒啊 那么作为全世界 其他的国家来说 就是不一定 非一定把他最后 这个把他搞清楚 但是作为中国来说 这个 从民族 从国家 从这个领导人 自身 公纪 伪业 方方面来讲 把这个作为切记 把这个作为切记 然后呢 实行国家的政治改革 至少你可以落实 这个宪法 那么以这个为机会 那么就像那个 陈阳长老先生说的啊 建立一个虚军共和制度 那么呢 就算一段时间 不虚军 实军吧 也没关系了 只要能够实现这个 中国的长治久安 全世界的和平 和人类的 有出路 有未来 我想 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OK 那么呢 中国领导人 比起世界各国领导人 有一个难得的机会 把这次世纪大瘟疫 把大大的坏事 对人类 全人类犯下的罪行 变成一个切记 让中华民族 真正能够兴起 复兴 好吧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人类 这个 是不是这个 这个 这次世纪大瘟疫 这个病毒的病原 是不是一定需要搞清楚 这个道理 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希望我 我说的不一定完全符合你的见解 希望你可以讨论 然后呢 我想是给大家一个 从更高的角度 更深思的意义上 给大家一个启发 是吧 那么我是给大家启发 只要大家能够走出自己 那个意识圈子里去 能够想得更深 更高 更远 能够站在全人类的未来 这个出路 这个角度上 站在这个世界 真正的和平的角度上 去做事的 我想很多事情 是可以获得 圆满的解决的 好吧 那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大瘟疫未来学 基本上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呢 我下面今天就会讲五讲 我会一天一天的 把它整理以后 把它上载 好吧 也希望你都 全部关注这些节目 然后转发 点赞 然后也非常希望 等你听了这个节目以后 你只要浩然世界这个节目 办得还不错 值得你去订阅 希望你点击订阅 右下角 好 再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